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林光郡火甲面金基里 刘峰村的睡远 江汉是朝鲜中期的学者 义兵将领 丁友在乱时 被抓到日本的江汉 一边报告窝军的动态 一边传播性理学 朝鲜宣祖时期 出生于林光的江汉 重磅之后爆发了丁友在乱 他先是去南辕 使利于普吉军粮 后又回到林光 招兵买马 让我们都站起来救国救民吧 江汉被日本俘虏 压制大阪 在那里 他秘密地掌握了军事设施 以及地形等敌人的动态 我虽是俘虏 但为了保家为民 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国家 他把详细记载 乌军动态的报告送至韩国 这就是看阳路 乌军的军事设施 以及将帅们的详细情况 也都记录在那 真是忠臣中的忠臣啊 后来被移送至京都的江汉 一边查探敌情 一边与僧侣 藤原星窝一起传播了儒学 佛教重视普渡众生 儒学追求什么 强调人伦之道德 为社会制定各种礼仪规范 政法制度等 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哦 真有意思啊 童原星窝受到江汉的学识与人品的影响 开始钻研性理学 后来放弃了僧侣的生活 投身儒学 成为了日本诸子学的先行者 1600年被释放归国的江汉 先后被授予大邱教授 顺天教授等官职 但他都拒绝了 回到故乡灵光 将余生用在教育学生上 江汉是日本性理学的元祖 培养出了很多儒学者 因此日本还有纪念他的碑石 日本的内阁文库里还保存着当时的手抄本 以及江汉写的序言与波文 其数目非常庞大 江汉善于人物化与松化 著作有 摄影集 看阳路 云堤路 金车路 钢剑汇药 佐世金华 文学赚助等